我们要跟着 双宝 跟着我们的观世菩萨 学习 学习什么 在我们的 经典里面 早上有说 各位 皈依啊 皈依之后 成为 观世菩萨的第一个 学生 学生办理的角色 就是 身心领悟 开始改变于 善有上报 未有的报 那第二个 从学生 走路了 真正开始休息了 那就是成为观世菩萨的弟子 一个学生入门 第二个弟子 弟子就要开始持戒儿 受五戒 受八万在戒 不杀生不偷到不行 不忘了不喝酒 慢慢的 解脱生死的路 最后一个 以弟子为基础 然后 跟着观世菩萨 开始救苦救难 因为此戒 让我们有意料 不杀生 消除了我们 过去是杀生的恶业 不通道 越来越远不报了 然后男女关系不乱了 那你这个六根维系装员 浮灰百怀 八十岁已经还是看了能力 九十岁可能也不重力 所以这个就 可以真实的帮助众生 所以第三个 就成为观世菩萨的儿子 各位要不要再为菩萨的儿子要不要 我们就是 菩萨的儿子 出家的人 就是菩萨的儿子 佛陀的心旨 一代同一代 那 这个世界就有正宝 那有正宝 众生就可以离苦 所以第1个学生 第2个弟子 第3个儿子 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有这个 循序鉴定的修许 赤地 道赤地 所以 地藏经也一样 告诉我们 如何修行 如何 帮助众生